这样的行为同样也很夸张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 这台小货车的驾驶 居然是把左脚跨在车窗上 而且再仔细一看 有没有发现他的双手还在滑手机 就只有用他的手背来控制方向盘 而警方现在根据这样子的搜证影片 要来寻线约谈这名驾驶 最终恐怕会让他吃上三万六的罚单 国一北上靠近彰化路段 一辆小货车走脚快伸出窗外 不免让人多瞧一眼 结果跟他并行的时候发现 他除了伸脚 两只手竟然还靠在方向盘上 划扯他的手机 隔壁车道的副驾驶健壮 吓坏了 该忙叫驾驶 加速离他远一点 当时我们在后方 看到他脚好像快伸到外面来 我们就录影 感觉很有趣这样 后来接近他的时候发现 他还在用手机 赶快就是抛越他这样子 目击者17号当天 傍晚5点时 跟朋友从嘉义出发 国道开车前往台中 看到这吓人的荧幕 这驾驶真的很夸张 左脚快伸出车窗 只用手背固定方向盘 高速行驶下 眼睛一直盯着手机荧幕 危险驾驶的影片 在网络上转传 网友也纷纷摇头 这位货车驾驶 不要出来害别人 真的是害人又害己 而且追撞事故 几乎都是这种引起的 也有人质疑 要是有突发状况 怎么能及时做出反应呢 这样好像 这台车好像有自驾 不然就是 它在手机上在遥控 这是我自己想的啦 看它在操作的功能 好像有啦 它开了这样是 本来就是都伪化的 这样本来就很危险的工作 很多手机也是都会开 这样的手机啊 有脚伸出车窗 双手滑手机 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 可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六千元以下之滑环 危险驾车行为 手机什么状况这么得急 非得时速破百 边开边滑 罔顾其他驾驶人的性命 让人直摇头 接着综合报道